總統馬英九今天上午出席了中央警察大學的畢業典禮 致死的時候他特別以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局長方養寧為例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是維護秩序辛苦付出 方養一分局長有人幫他設立一個Facebook 結果他得到了27萬人以上按讚 這代表著社會還是有公理正義 人民的眼睛是全樣的 馬總統除了給警方打氣也因為學運期間有員警 因為勤務繁重不幸過世凸顯警力不足的問題 馬總統承諾將會逐年增加警力 馬總統也大讚警方打擊犯罪的成效跟他上任前相比 不管是刑事犯罪 竊盜 詐欺等都明顯下降了 強調現在是18年來治安最好的時候 未來會著手手機簡訊還有網路通訊的犯罪案件 馬總統承諾 馬總統承諾